欢迎回来 欢迎全世界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那么也造成了美国总统拜登 在10月10号强烈地谴责哈马斯 他说生命中有些时刻没有夸张 纯粹的邪恶被释放到这个世界 以色列人民周末就经历了这么一刻 包括了父母遭到屠杀 婴儿惨遭杀害 整个家庭遭到灭口 还有妇女遭到强暴 攻击以及当作战利品展示 确实在当天很多的外电画面 看到了哈马斯的这些机器组织的分子 针对于妇女还有这些小孩的行为 确实令人发指 这是应该要被谴责的 我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方面 除了拜登强烈谴责哈马斯的行为之外 现在也表达了重申以色列的立场 而且进一步承诺要增加 对于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第一批武器在10号的晚上 就先送到了以色列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12号预计也会到以色列去访问 那么特别在这个时候看到 可是看到的是说 以色列在军事方面 其实在中东呢 算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军事强国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看到 美方提供以色列军事援助呢 军援以色列的项目 可能会有哪些 请教计问兄 还有为什么会提供军事援助 是担心这个战事一发不可收拾 会一直打下去吗 以色列虽然是中东第一军事强国 但是由美国在后面做强力的支援 其实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首先美国派一些军力 包括海军和空军 甚至侦察部队在周边 其实它可以用来监控 周边相关国家的军事调动状况 以免这些同期巴勒斯坦 或者哈马斯这些阿拉伯国家 在军事上有一些 相助的一些调动的一些迹象 提供以色列大范围的一些安全情报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讲到武器装备了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很多武器装备都是美制的 比如空军现在主力的F-35 F-16 也因此它军援的武器装备有一大部分应该是这些武器的零附件 特别是战机或者攻击直升机 高频度的执行任务 它相关的一些耗材 一些定根件 消耗也会很快 这些没有良好的后勤 其实让这些先进武器 其实它的这个出勤率 或者这个妥善率会大幅降低 这个也是V区 那此外 现代战争强调精准打击 特别是Apachi攻击直升机 用所谓的地狱火飞弹 或者F-35 F-36使用的联合精准攻击炸弹 以及其他的视距外 或者这个高性能精准武器 其实这个都是美元的居多 因此这些武器一定是美国军援首批的项目之一 此外 以色列虽然很多武器是自制 但部分的零附件 特别是关键的一些地方 还是美制 因此美国加快这些相关供应链的物资给以色列 也可以加快它自己武器的生产速度 特别是像铁球防御系统 是它所用的拦截飞弹或软硬件 那很多也是需要美国相关供应链的支持 才可以加快它生产的速度 好 除了军援项目之外 美方现在刚刚也提到说 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说 现在已经下令派出福特号的航母打击群 到临近以色列的东地中海 这个打击群包含了福特号航母 还有一艘飞弹巡洋舰 以及四艘飞弹驱逐舰 另外还包括了F-35 F-15 F-16 A-10这个战斗机中队在内 现在看到是派出航母打击群 当然不会只针对这个哈马斯而已 一定是针对其他临近的 包括也看到在前两天 其实新任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特别警告伊朗不要卷入尾巴冲突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 当然也提到的是黎巴嫩 那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还针对谁 老师您觉得 其实不只是伊朗或者是黎巴嫩 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看到 甚至连阿富汗都蠢蠢欲动 阿富汗甚至就放话说 只要约旦他们愿意借到的话 他们就要直接派兵 长驱植入来帮助巴勒斯坦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美国当然是在做一个政治上的宣誓 就如同刚刚这个喉咙说到的 那如果说要拿这个航母的打击群 来对付哈马斯的话 那个是杀鸡应用牛刀了 所以他的政治上的这个宣誓 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航母打击群的进驻 来表示说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中东这个地区 摆在那边警告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对尤其是要对以色列来作为一种 政治上面的一种支持跟宣誓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们如果说都完全 没有任何的军事上的动作的话 对于以色列来讲会是一个打击 意思就是说 美国是不是像放弃阿富汗一样的放弃我们 那派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打击群的话 当然就是说对于以色列来讲 会有一个安定的作用在 不过他们也希望就是完全不要失控 所以他们某种程度来讲 也如同这种乌克兰的模式 也就是说我或许可以提供你军援 经济上面的或者说武器上面的援助是可以 但是美国也同时就保证说 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派出地面部队 不会直接进入战争 不派地面部队 所以美方态度现在就是说 我就是先军援但是我不派兵 对这是一种政治宣誓 所以美国也担心 因为现在美国总统也进入到了选举的期间 如果美国派出地面部队 然后有这种美军直接人员的伤亡的话 那个对于选举来讲会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乌克兰程度的这样子 乌克兰模式 然后就是直接把它复制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在外交上面支持以色列 我也可以给你军事上的援助 我也可以给你经济上的援助 我甚至派出一个打击群来这个地方 帮你押住阵脚 但是要派出地面部队的话 那个是除非到了整个场面完全失控 OK 刚刚我们特别一定要说 这起事件会不会是打坏了中东的一盘棋 因为这次看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事件发生之后 他特别强调说这场战争是由卑鄙的敌人 那些会庆祝谋杀妇女儿童和老人的 野蛮人强加于我们的 我们将击败哈马斯 就像是先前文明世界击败伊斯兰国一样 而且他说 向各位保证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将会知道 攻击以色列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所以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当然也严重打击到美方 就是美国希望斡旋 以色列还有包括沙古地阿拉伯之间 这几年逐渐快要达成这个外交正常化协议的努力 事实上在冲突发生前几周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联合国演说的时候 他还宣称说 以色列2020年跟三个阿拉伯国家 达成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 而且也特别表示说 已经预先显示出一个和平新时代的来临 没有想到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突袭事件 那这样会不会造成说 以色列跟沙古地阿拉伯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被打回原形呢 这个就像我刚刚在伊朗的战略一样 其实他这次来援助哈马斯 就是要阻止美国来主导以沙的一个关系正常化 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其实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会有些影响 因为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这个当然沙古地阿博会影响到他的尖交医院 因为毕竟他发现这个事情 他也不要去跟中东国家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为敌 那此外他当然也不想去激化国内对反 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情绪 那当然其实这次美国他没有有效来制止 甚至来预警 这是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个冲突 所以对美国这个实力有所担忧 那当然了 那另外角度来看 或许呢 伊朗有可能是帮倒忙 反而呢 加深了这个沙古地阿博跟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链接 因为我有这样才能够共同来抵抗 这个伊朗的一个强权的一个介入 因为如果说还是需要两个国家来制衡伊朗 来制衡伊朗 所以我看呢 其实这件影响的这个他的建交的时机 可能会所延后 但是呢 他的方式可能会所不同而已 因为呢 其实就一如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外交部长 这个科恩所讲的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居间斡旋之下呢 这个以色列明年初 我觉得他是还是会跟 这个阿拉伯跟以色列来做一个建交的协议 只是呢 在这冲突而没有平息之前呢 其实双方面呢 一定会从比较高调变成低调 以免呢 刺激到其他穆斯林的国家 我这两天也看到一些国际专家的预测 我继续请教Ross 就是他们的预测是说 沙古地阿拉伯可能会用同意关系正常化 来交换美国 支持并且支援发展民用的核项目 这个部分你觉得呢 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讨论 三方美国 沙古地阿拉伯 以色列 所以沙古地阿拉伯想得到的东西 非常非常清楚 你刚说的这个 核子项目 核子项目 还有希望美国可以跟沙古地阿拉伯 签一个国防协定 所以沙古地阿拉伯最想得到的不是跟以色列建造 这些都是利益的交换 那这个过程一定会因为这次事件会迪雷 但是我相信NBS这个王旭 他基本上他的政策方向不会有变化了 毕竟他也不是哈马斯的朋友 而且他也是会觉得我们已经支持西安的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巴勒斯坦 National Authority 很多年了 但是这个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 内部贪污问题 不办选举等等的问题 所以他真的已经觉得 我等太久了 我最好先跟美国跟医学 make a deal 这个真的是他的想法 你刚刚提到NBS 其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NBS就是沙古的王族 他特别也发言声援巴勒斯坦 但是他并不是声援哈马斯 他不可能 不是他的朋友 他不会 对 所以其实就是 那大家会很好奇说 在这个时候他提出这个声援 而且是特别点名了 是巴勒斯坦 那他是不是也会用来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说 用核项目的这个部分来交换 这是后续大家会来关注的 好 等一下我们要来关心的 就是中方在这件事情上面 又是什么样的立场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休点 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